不只是鏡頭寵兒 還被捧為國民黨救世主 但蔣萬安眼前目標不在北市府 我一直都沒有說過要參選 那我想這個會期 讓我有更深的體悟是 勞基法的修法 我們必須要抗衡這種蠻橫的行政權 從沒說要參選 因為風聲一直是綠營放的 民進黨秘書長洪耀福 去年8月點名蔣萬安 將待藍營出征2018北市選戰 當蔣萬安是假想敵 外界解讀洪耀福是黃鼠狼 給擊敗年 讓蔣萬安見光死 或遭黨內同志圍剿 打算再複製一次 庶民擊潰皇族之戰 蔣萬安如果不選 那我會覺得有點創人若失 因為我覺得他比較有趣 應該是有點失望 真心話還是場面話 民進黨內唯一表態參選的姚文志 民調始終如一調查位 光復首度人選難產 拼連任的柯文哲倒是淡定 不以務息不以己悲 所以你有鬆一口氣嗎 反正我每天都一樣在工作 四年前的現在 柯文哲都還不曉得在哪裡 所以我跟你講這種東西就這樣 認真的過每一天 如果可以的話 試著快樂的過每一天 這樣就好 那就每天認真的過 先除掉蔣萬安縮小正常 下一步科律牽手或分手 民進黨功於心計 記者黃明君 邵玉敏台北報導 後來一天